劳山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西岸 当时赵四小姐正请杨虎成的夫人谢宝珍来家中游玩 虽然张学良跟杨虎成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但面子上还是要做做的 同时还邀请了杨虎成 赵一迪和谢宝珍相处不错 杨虎成和张学良也在客厅喝茶 说些闲话 就在这时候 张学良的副官孙明九前来报告 看到杨虎成也在 孙明九有些迟疑 张学良毕竟将门出身 性格呢也比较直爽 他见孙明九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 就说杨主人是自己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念吧 孙明九只好念了出来 正是劳山战役惨败的消息 张学良听了以后非常尴尬 之前他在杨虎成面前说了大话 现在败得如此之惨 实在是大大丢了面子 杨虎成比张学良沉稳老辣得多 此时他并没有借此讥笑张学良 反而劝解他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种小败没有什么 我们十七路军和刘志丹打了这几年 败仗也多 学良老弟 你不要放在心上 张学良听到杨虎成的话以后 比较欣慰 推心致富地说 杨主任 你看 下一步应咋做呀 杨虎成说 山北红军啊 最擅长打伏击战 如果我们在后方 没有足够兵力支援的情况下 就孤军深入 是很容易被红军乘机占便宜的 我的意见是 你们东北军立即向后收索 不要把重兵放在延安甘泉 这些太靠近苏区的地方 然后 以洛川为中心 稳扎稳打 步步前进 不给红军任何可乘置机 听后 张学良点头认同 之后 又跟王毅哲等人商量 决定暂时放弃 离东北军控制区太远的 延安甘泉等地 首先固守洛川 等其他主力部队到达 再步步推进 王毅哲 还因为劳山的惨败 被张学良一顿好吗 如果王毅哲不是张学良的爱将 估计 肯定会被解除军长的职务 回到洛川以后 王毅哲立即命令 在延安孤军深入的129师 除一个团助手以外 另外两个团 火速后撤 回到洛川来 129师师长周福成 本来就不愿意留在延安这种危险突出的地方 加上部队长期没有补给 苦不堪言 得到命令以后 火速撤退 由此 东北军67军主力 全部撤回洛川附近自己的防区 只留下 助手在延安129师的一个团 和甘泉的一个加枪营 另外 就是在甘泉南边 洛川北面的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 是军事耀虫榆榆桥 里面驻扎着 67军刘汉东107师的 一个619团 此时陕北红军 15军团 在获得劳山战役胜利以后 也准备继续扩大战果 而目前 东北军全部难撤 延安据点比较牢固 景岳秀等军阀 在此地驻扎多年 有完整的防御攻势 不好打 而甘泉东北军只有一个营 全歼了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意义 刘志丹就再次提议 主动攻打榆林桥据点 拔掉这个钉子 但徐海东等人 对攻打榆林桥 有一定的犹豫 主要是因为东北军在榆林桥 修建了一些碉堡防御攻势 如果打的话就是强攻 不是以前红军擅长的伏击战了 山北红军装备低劣 轻武器还可以 重武器几乎没有 仅有几门迫击炮 虽然红军打伏击战很厉害 但是攻坚能力弱 打不了敌人的坚固攻势 如果打弓箭战 红军可能会有较大的损失 但是刘志丹立派众议 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 东北军战斗力 没有之前预计的强 东北军110是两个团 在牢山抵抗并不厉害 伤亡不过一千多人 投降的呢 却有两千多人 红军士兵挺起刺刀一冲锋 明明还有几百米的距离 很多东北军士兵 就举手投降了 所以 东北军装备虽好 但不过是指老虎 外表看起来厉害 其实啊 一吹就倒 榆林桥 虽然有东北军一个团助手 也不过一千多人 红军可以出动几倍兵力进攻 又可以出其不意 肯定会获胜的 一旦打下榆林桥 东北军在洛川以北 就只有甘泉延安两个孤立的据点了 迟早会完蛋的 东北军此次 对陕北苏区的进攻 也就等于被粉碎了 经过刘志丹的一番分析 徐海东他们 就认同了刘志丹的观点 随即指挥部队南下 在10月24日开始攻打榆林桥 驻守此处的东北军619团 团长叫高福元 这个高福元不简单 虽然军险不高 但是他曾经就读于北平府人大学 参加过学生运动 是个知识分子 后来呢 高福元进入东北江武堂 毕业后成为张学良的警卫营长 由于高福元和之前自杀的杨德新团长 以及现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 孙明九营长一样 性格强硬固执 又对张学良非常忠心 很快就被张学良视为自己的心腹 高福元他们都知道 自己是张学良准备用来淘汰 老凤系军官的年轻一派 前途会很辉煌 所以高福元也比较骄傲 为老凤系军官们所记恨 榆林桥此处是咸岩公路 也就是咸阳到延安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据点 东北军占据此处 即可以对苏区南部交通全面封锁 619团在此处驻扎以后 修建了一些坚固的工事 在榆林桥外围北高地设立了防御工事 建了碉堡壕沟和铁丝网 设立了重机枪阵地 福晓 红军进攻开始 有红二十五军从北高地开始正面枪攻 东北军守军在团长高福元指挥下 凭借八艇重机枪拼命抵抗 红二十五军没有什么重武器 主要以连维单位采取人海战术冲锋 然后投掷极数手榴弹 这样冲了几次 都被东北军重机枪获利拦截 无法把手榴弹投到碉堡里 也就没有能够攻陷这处阵地 徐海东刘志丹 见强攻一个多小时不能成功 也都很着急 开始想其他的办法 当地的陕北老百姓都是支持红军的 他们红军只出了一条小路 可以绕过这个阵地 徐海东就率领一部分主力 从小路绕过东北军阵地 一举突进榆林桥镇 高福元发现 红军不知道从哪窜进了榆林桥镇 大惊失色 但高福元毕竟是学院派出身 很有些能力 随即命令部队反冲锋 东北军向突入镇内的红军 展开猛烈反击 一度将红军打出了榆林桥镇 但后方虽然守住了 前面也出现了问题 此时正面阵地的东北军 发现榆林桥后方响枪 以为后方被攻陷了 惊恐不已 自己就开始乱了 他们很快失去抵抗意志 一部分士兵溃逃 剩余部队在红军冲锋下 举手投降 由此红军控制了榆林桥外的高地 火力可以覆盖全镇 高福元得知 北高地失手以后 叹道 完了榆林桥守不住了 稍后 红军再次集中主力 强攻榆林桥镇 并且从占领的高地上 用缴获的重机枪 迫击炮猛烈射击 压制东北军的火力 高福元还是很强硬的 此时仍然不愿意投降 他下令展开巷战 东北军士兵 占据很多房屋 在墙上挖洞 朝外面猛烈射击 红军则毫不示弱 用手榴弹投入房子内 并且挥舞大刀 展开肉搏战 此时东北军士气低落 明显地表现出来 很多人没有抵抗 就举手投降了 接着又打了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 真正激烈的战斗 几乎没有 主要是红军搜索屋子 接手投降而已 最后啊 高复远索部619团 四个营被全歼 有300人伤亡 剩下1500多人投降 榆林乔镇 全部被红15军团占领 高复远此时 仍然率领几个卫兵 躲入一个窑洞后 继续抵抗 红军集中火力 向这个窑洞开火 打得里面 东北军击飞狗跳啊 混战中 高复远手臂上 中了一枪 顿时瘫倒在地 被冲入的红军战士 当场升擒 此战 红军由于强攻 损失也不轻啊 阵亡200多人 不过 也缴获了迫击炮八门 重机枪16艇 轻机枪100艇 步枪1000多支 又是一个大的收获 高复远被俘以后 也是不承认 自己是团长 后来 徐海东亲自来审问 见高复远不承认 于是 他托出一名 东北军士兵说 你就是高复远 那个士兵吓得 赶忙说 我 我是理发的 不是高复远 徐海东说 还抵赖 明明就是你 拉出去 闭了 那个理发兵 吓得 屁滚尿流 指着高复远说 我真的不是高复远 他才是 高复远脖子上 有个疤 外号 叫做 高疤脖子 你们一看 就认得出来 徐海东 就走到高复远 面前问 你是高复远 你脖子上的疤 给我们看看吧 此时高复远 已经知道 之前被俘的团长 裴换财 被徐海东 处死的事情 自认为 必死无疑 索性 硬气起来 老子就是高复远 你们那两百多赤匪 都是被老子打死的 怎么样 有种 就拉我出去枪毙 徐海东全家几十口 都在鳄鱼丸 被国民党军支持的 还乡团杀光 向来对国军恨之入骨 但之前杀死 裴换财 已经遭到了 上面严厉的批评 不能再杀了 徐海东 就抬手给了 高复远两戒耳光 下令将其押往军部 看管好 榆林桥死战呢 东北军损失了 一千多人 又是被红军强攻得手 张学良得到报告后 更是气得手足无措 电话过去 将王一辙大骂一顿 可惜 东北军的失败 并没有就此完结